剛剛這個是輸出公式 所以看得出來這是公式 然後這個是清楚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合格不合格 再來的話我們就要輸出多重的 按下這個按鈕 我輸出的話就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ABCD 所以這個按鈕怎麼做呢 第一個一樣 成績多重底線公式 這個的話當然對應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什麼 再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SUB SUB的名稱的話呢 那基本上就是什麼 多個多重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拿這個來複製吧 所以以後 假設有些程式 已經寫過了 那你已經有那個範本 不如你就拿來 甚至拿來call也沒關係 只是說你call的方式 call的過程 一定要非常小心 把它貼上 那這邊的話多兩個字 叫成績什麼 多重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再多打兩個字上去 多重 OK 那就是ABCD 好 那輸出的話呢 當然 我們這個就不是這個公式了 而是哪個公式呢 而是這邊的ABCD 所以我把這個ABCD公式 把它複製了 那一樣的問題 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要變兩個 所以怎麼辦 把它複製 取消 一樣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有沒有 做一樣的事情做什麼 編輯 取代嘛 一個變兩個 取代一下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個後面就好了 OK 這個應該貼 大家應該都沒問題啦 只是說不要 就是不要初心 不要做錯 應該 應該沒有問題 先把它執行看一下 OK 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 但全部都是A 為什麼 OK 因為呢 這個地方 它的2 有沒有 要變成I 那這裡總共有幾個2呢 總共會有三個 2 1 2要變成1 裡面要串一個I的變數 那串的方法呢 其實我剛剛有做過啦 其實背口訣嘛 先選取2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再把它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那個什麼 and符號 前後加空白 這樣OK了 其實說這個地方 這個動作會反覆出現很多 所以做到最後 你應該會反射動作了 剛開始不太知道為什麼 之後應該也不會問為什麼 因為就是這樣子了 就懂了 OK 之前真的有同學 剛開始一直問 不知道為什麼 做到後面他已經都懂了 他也不會問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原來就是這樣 把一個I串在一個字串當中 不就這樣子 OK 好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喔 我是建議啦 你不用再做了 當然你也可以在雙引號兩個 and兩個 一個I 可是比較聰明的做法 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雙引號到雙引號的 這一串有沒有 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這個2 跟貼到這個2 這樣比較快一點啦 當然你如果要重做也OK 我無妨 只要不要做錯就好了 複製 然後貼到這個2 把它覆蓋上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2的話呢 一樣把它覆蓋過去 好 這樣的話呢 三個2 都會變成一個自串 一個變數把它串在中間 串一個I的一個變數在中間了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如果OK的話呢 那表示應該就成功了 執行 這樣OK了 那只是說呢 你會發現呢 對於這個城市來說 其實它有一個 相對起來其實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什麼 它的這個後面的城市太長 如果你要看到最右邊的部分的城市 那你必須捲動 那怎麼辦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按個Enter 讓它可以換行 欸 抱歉 你不能隨便讓換行喔 也就是說如果你希望 這兩把它換成變兩行的話 它有一個固定規則喔 哪個規則喔 一 請你找到喔 你要 就是串接 一般我的習慣是找到Enter符號 Enter符號我喜歡找後面這個啦 比如這個 假設我要在這邊換行的話 那我就找到Enter符號 的後面空白 後面空白喔 的右邊 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其實就按Shift加上那個 Shift 有沒有 0後面 0右邊那個按鈕 Shift加底 就是underline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按個Enter 移開的話喔 它就會把下一行 跟上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OK 這個是規則喔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一記得喔 一般是習慣在Enter後面喔 這邊有個空白 空白的右邊 關鍵在這裡 就是它 加一個underline 這個時候呢 你換行喔 它就會把下一行 跟上一行 當成同一行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呢 還有個什麼 成績 這個就OK 再把它成績多重公式 這個OK了喔 再來就是 不要也是一樣 不要公式 不要公式的話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也不困難 你可以拿什麼 拿這個成績來改 剛剛我是拿這個改這個嘛 那這個底下的成績 多重的話 可以拿成績這個 我這個sub拿來改 我把它Enter 往線 因為將來喔 之前有同學說 我會這個成績會擋住 因為我將來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我會避開這個區塊 OK 我把它往上 OK 那你們這樣看應該 別人可以看得到 我就在這裡 不影響 它成績在這裡 不然之前好像 就是放太靠這邊了 會被我自己 我那個頭的影像 擋到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邊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來做修改 這邊改什麼 改個多重 OK E OK 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邏輯跟剛剛改的方法 有點雷同 第一步把它改成80 那這邊輸出什麼 輸出A 對不對 那L10的話呢 輸出什麼 就輸出D嘛 可是B跟C怎麼辦 關鍵 關鍵來了 特別特別注意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你跟A跟D先做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請你把 A的這兩行邏輯 複製一下 第二的話請你在這兩行的下方 按個Enter 然後把它Back到最前面去 貼上 然後呢 再把這邊把它改成 70 這邊改成多少 改成B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個地方 比較特殊 一個邏輯判斷裡面 只能有一個一幅 第二個一幅的話 那要做什麼呢 請你在一幅的前面加一個什麼 對這樣 L一幅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啦 有點像首先 論說文裡面 首先 L一幅就其次啦 再來還有什麼呢 第三個C的話怎麼做 對再複製嘛 應該不會 應該不難吧 你只要動作不要做錯啦 保證呢 執行絕對不會有問題 而且還蠻好用的 我是覺得沒什麼複雜的 有沒有 主要是你如果你前面這個 寫的出來 後面只是多了一個什麼 L一幅而已啊 然後再來70 再多少 再60嘛 這邊改多少 改個C不就好了 好 程式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喔其實沒有很難喔 只是說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複製貼過來 改兩個字 然後 再來就是 把這個上面的本來是合格 變成A80 其他的話 用貼的 多一個Ls 這樣OK了 OK之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 成績多重 我一樣先把它清掉好了 先清除 然後再執行底下 這個成績多重 OK喔 把它執行 好 你會發現喔 這個的結果呢 會跟 這個一模一樣 有沒有 但最大的差別 這裡面的資料呢 它 就不會是 放一個公式喔 有沒有 跟剛剛不是丟公式喔 而是丟一個結果 欸 那可能會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 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丟這個公式啊 跟丟一個結果啊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那不是都一樣嗎 雖然結果 當然啊 你不細看的話 或者這樣的列印的話 其實都沒有關係 都一樣 但是最大的差別喔 就是說 你將來存檔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是用輸出公式的這種方式喔 再寫VBA的話 它將來喔 會在每一個儲存格裡面 儲存這麼多公式 所以如果你將來丟公式 那公式越冗長的話 你將來存檔的話 你會發現喔 那檔案就會變得很 怎麼樣 很肥大 那如果你將來呢 假設你輸出的是一個什麼 輸出的就是一個A的話 你會發現喔 就很簡單 一個A 一個A的話呢 頂多就是一個敗者 一個敗者 那跟這麼多個敗者 相較之下喔 一定會差很多 而且 如果你這個整個儲存格 裡面是幾十萬個 幾百萬個儲存格的話 或甚至幾千萬個儲存 那當然你相差就更大了 OK 所以喔 有的時候存檔的檔案大小 跟執行的效率喔 其實喔 相對用這個方法在執行 可能有的時候 會比較占一點便宜喔 那 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你要用這個方法 其實喔 這個方法好處是什麼 就是 你如果本來已經會寫 Excel裡面的公式 那你本來就會用了 你就直接就輸出就好了 你就是想要快速的 把一個 結果給自動化 那用這個方法也OK啊 所以有的時候喔 這當然可以有一點彈性啦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兩個部分 一個是用公式 這個公式輸出 就這個 一個是輸出的話 直接就ABCD OK 那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來